大家好,靖教论坛第二节 一如既旺这一节是讲主学的 我想看标题大家都知道我是讲以赛亚书的 过往我们讲了很多个月圣经的历史 最初由摩西五经的构成讲起了很多很多的历史 最早的J典、E典、D典 J和E因为北国亡了 走了很多人来带了一些古代皇帝的故事 即是古代祖先的故事 南北大家的版本是不同的 北国人的理解是这样 南国人的理解不同 所以要做整合 整合的皇帝叫做欺世家 我们讲过J和E的诞生 J典和E的诞生 我们看以赛亚书 也遇到希西家王这个皇帝 他说到以赛亚是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呢 他当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 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蜜事 论到犹大王耶路撒冷 这是第一节 下面第一章就讲到犹大王耶路撒冷的东西 但是 他说到来说 大约我们的理解 以赛亚是一个很早期的人 就是说 因为我们讲过J和E就是 启示录最早的故事 就是在希西加拿年代 因为南北 北面走下来的难民 他们对祖先的理解 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理解和南边是有不同的 所以就要大家整合一本圣经出来 对不对 最早的圣经就是J和E J和E 是其中一些最早的圣经 但是以赛亚先知 又是他同一年代的人 这个可能 那就很早 但是以赛亚书呢 并不简单 那我们现在的理解 以赛亚书呢 可能大家一听到 头痛 因为他有66张这么厚 66张啊 即是你说很难出埃及 因为出埃及有40张 因为你看到呢 大约25张左右 因为呢 出埃及记的20张 就讲律法10届 你看多几张讲道德的那些 都还可以的 但是去到25张呢 就开始讲一些 圣殿的器材啊 圣殿的汇幕 对不起 不是圣殿的 是汇幕 汇幕怎么弄啊 汇幕里面有个香奴啊 又有什么东西啊 哇 大哥 你看到有个祭坛啊 你看到他眼都瞎 又有祭司的衣服怎么做啊 原来祭司的衣服 里面有个胸牌啊 哇 可能你不知道我什么 那你觉得出埃及的记呢 很难出 因为 去到尾呢 都讲完些东西 都好像不严格 那样 但是以赛亚书就更糟糕了 不是不止40张啊 是66张啊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其实呢 以赛亚书 是不是真的全部是一个人写 以赛亚写呢 哇 那么早期 其他那些呢 八世纪才知道呢 我们知道其他有 有其他八世纪才知道的嘛 那 譬如说 呃 有阿摩斯啦 有何西亚啦 是不是啊 这些都是重要的 呃 还有尼加啦 尼加呢 尼加呢 就 跟 以赛亚呢 都是南国的先知来的 那你这么说 那 哇 那他 他一个这么早期的先知 有四个 尼赛亚 阿摩斯 尼加 是不是 还有何西亚 是 都是大约 在北国 忙的 前后的人 但是呢 大约 以赛亚呢 比较活跃一点的年代呢 如果第一以赛亚呢 活跃一点的年代呢 就是 应该就在 北国忙了之后 就再活跃一点了 那 那 何西亚呢 就应该就在北国忙之前活跃的 但是大家都比较近 阿摩斯呢 就是在北国呢 更加早一点 哈 因为呢 何西亚都未必说 我 那个年代 是 阿摩斯会 早过何西亚 一点 应该有重叠 尼加呢 就会 和以赛亚呢 主要都针对南方的 哈 尼加和以赛亚 第一以赛亚呢 应该近了 那我为什么提第一以赛亚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理解呢 呃 以赛亚书 并不是由一个人写的 哈 以赛亚书 可能我不知道 你知道古代人很有趣的嘛 譬如说 举例 诗世约翰的老爸叫撒加利亚 本来呢 他的家族呢 想帮诗世约翰呢 改名做撒加利亚的 那老爸又叫撒加利亚 那儿子又叫撒加利亚的嘛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呢 为什么呢 呃 以赛亚书 第一的以赛亚 就是说 很早期啦 是最红伊典嘛 就是北国都刚刚忙 的前后的时候 迟代的人 那他这么早期 那为什么会 写下写下 会写到很 很后期的东西 都会在里面呢 那为什么又全部 要执生下去以赛亚书呢 那你等于问 喂 你撒加利亚书 是不同年代的嘛 前面那九章 就是 早期一些啦 我又说 喂 所罗巴伯的年代 公元前的六世纪 公元的五百二十年 至五百十五年 那样 前哦 那接着 如果 我们说 后半个月了 撒加利亚书的九章 至 十四章 这个呢 这个呢 尾可六章呢 就是 公元的 二百 公元前二百年左右 哇 那就是 前后两个月 差了三百多年 那样 同一情况 在以赛亚书出现 我们给个表例 大家看看 我们会认为 以赛亚书 第一 以赛亚书呢 很多时候 很概念地说 一至三十九章 是第一以赛亚 但是事实呢 第一 第一 第一部分的 以赛亚书 一至三十九章里面呢 有一些都不是 第一以赛亚书的 我说得好像很复杂 我们呢 比如说 把以赛亚书 分成第一以赛亚 第二以赛亚和第三以赛亚 和第四以赛亚 有四个以赛亚的 第一以赛亚呢 就是极草期了 就是刚才所说的 北国刚刚忙的前后 就是他第一以赛亚活跃的日子 第二以赛亚 很多时候呢 我们叫做 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 至五十五章 叫第二以赛亚 第二以赛亚呢 基本上呢 是不断预言着 有一个军王将会崛起 就是波斯的 狐猎军王 将会消灭巴比律 我们的理解来说呢 以赛亚书的第二章 四十至五十五章里面 他说到有一个受苦的奴人 那一个受苦的奴人 为什么他受苦呢 就是因为 巴比伦的政府 不喜欢你说这些东西嘛 你无端端 不断捧我的敌人 古猎 将会很伟大 那你真的在说 我这个巴比伦 这个政权就快被古猎做低了 所以呢 先知 以赛亚呢 是有被迫害的 所以呢 有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很多人呢 就会将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当了在耶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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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耶稣里 所以呢 在《史图行传》呢 的第八章 会提到 埃提阿伯的太监 看到腓力的时候 他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说什么呢 那肥力就说 这个不是耶稣 那这个就是肥力 基督教版的解释 但是如果 我们的理解呢 就会是 原本写圣经的人 为什么写这段呢 我很大机会 才知道自己被迫害 去说他自己 有个叫地以赛亚 就是巴比伦时代写的 第一个以赛亚 就是巴比伦时代写的 第一个以赛亚 第二个以赛亚 就是巴比伦时代写的 因为呢 犹太人已经 在巴比伦时代写的 已经忘了 巴比伦时代写的 接着呢 你可以说 巴比伦时代的 以赛亚 就是地以赛亚 很多时候 圣经 很多安慰的说话 你是上帝所挑选的 上帝会好看着你 这样 那些 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的 40-55张 很乱粒粒 很好看的 接着呢 有个叫地三以赛亚 第三以赛亚 是以赛亚书的 56-66张 那个是巴比伦时代的 以赛亚 我们相信 第二和第三以赛亚 都不同 因为呢 其实 我想那个时代不同了 因为那个 那个 巴比伦时代的 以赛亚 应该被人打死了 死的机会 都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 再写下去 那个是波斯时代的 东西 那就 有整十一张圣经 以赛亚的 56-66 左右 接着呢 我们认为 还有第四个 以赛亚 波斯帝国呢 它是很 它运作了 不是很久的 它运作了 整 呃 整 三百 二百年左右 大约在清霸 清霸中东有二百年左右 二百年比较 松一点 但是呢 它就遇到 希臘的阿里山大崛起了 它又亡国 然后我们发觉以赛亚书有一段 在二十四至二十七章 就是一个希腊时代的以赛亚 我们叫做以赛亚启示录 我觉得以赛亚启示录也OK 但是直接叫它做第四以赛亚 我可能更加直接些 那为什么无端端第一以赛亚 要由中间一至三十九章 会摄了一个第四以赛亚 就是以赛亚启示录进去 因为这四章的文体 很多时候就说是一个启示文学 可能你听到乱了 什么是启示文学 就是说一些关于未来 关于末世的东西 以赛亚书很多时候 第一二三的以赛亚 就说得很贴地 说犹太人的一些经历 或者当代的东西 但是第一以赛亚是有一些列国的语言 列国语言是由十三章 讲到二十三章 那里有十一章的圣经 是讲列国语言 但是讲列国语言的时候 是讲的 当时 公元前八世纪 列国的东西 比如说讲摩鸽 讲讲巴比伦 讲讲压術 压術都没有忘记 可能你又听不明白 什么叫压術 什么叫巴比伦 真是很惨 总之 如果你听不明白 之后我会慢慢解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是以赛亚的 现在我知道 这一次的政教论坛 只是告诉你 以赛亚书 起码有四个以赛亚 一卷书里面有四个时代 至少 只是一个初步的简介 我还要告诉你 原来 第一个以赛亚 无端端将一段 希腊时代写的东西 放进去 本来是有十一章的列国语言 但是 我讲得列国 后来 将一些末世的东西 都放进去 黏着那些列国语言 所以就在 二十三章的后 放了二十四至二十七章 这些 这些呢 稍后再会重复 去讲给大家听这些东西 第一个以赛亚 这个系列 将会是很巨型的 我想 可能讲四五次左右 或者更多都不定 又讲一个多月的了 那 大家准备吧 先讲到这里